24号是美国感恩节 全美最盛大的节庆活动 是一年一度的纽约市 梅西感恩节大游行 常常的队伍除了花车跟表演 最吸睛的就是好几十个 大型的充气玩偶 一个接一个登场亮下 吸引了至少300万的民众沿途围观 场面人山人海 而这也象征着纽约市 已经摆脱了疫情的阴影 恢复昔日的热闹繁荣 第96届的纽约梅西百波 感恩节大游行 在歌舞表演的前岛下正式开罗 剧型玩偶气球 一向是感恩节游行的最大焦点 深受大家欢迎的史努比 今天改穿太空装现身 立刻引发民众尖叫欢迎 动漫明星气球一一出现 包括了神奇宝贝比卡丘 还有三层楼高的小小兵 史都华也来了 而他最爱吃的香蕉 当然也要一起上街游行凑热闹 感恩节梅西大游行登场 也宣告耶旦节下个月即将来临 耶旦老公公提前出来 跟大家打招呼 希望把节庆的欢乐气氛 延续到年底 梅西游行的长长队伍绕行纽约市主要大道 绵延长达四公里 主办单位预估吸引至少三百万民众夹到同欢 代表纽约市逐渐地挥别疫情一霾 找回过去的繁荣热闹 杨正平编译 杨正平编译